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发热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里头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 即使面对种种困难险阻 只要不放弃 总是会有路可走的 今天的主角是由两位市长朋友 陈契维与郑竹君所组成的二重奏 珍宝二人组 你愿意吗 Yes I do 陈契维小时候出了一场意外 竟因此失去了视力 后来因缘际会下接触了长笛 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风景 而郑竹君则是出生时 就因为视网膜剥离 而告别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但这个阳光女孩 并没有因此失去对生命的热情 哇 我呢既兴奋又期待 好期待见到特别来宾 那很兴奋是因为 我真的很想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竹君的好奇和期待 到了录影的前一天 答案终于揭晓 洪奇美老师 蒙纳米竖琴乐团团长 曾获得法国竖琴大赛第一名 现在任教于台湾各大学的音乐学院 也是竹君的竖琴指导教授 过去也曾和气围一起登台演出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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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是谁喔 真的喔 超期待 超期待 好期待喔 到底是谁啊 你要不要感觉一下 可以抽格射 抽三万破 看人家走走变 现在在跟你跟竹君中间 对阿 在我们中间喔 好害羞喔 认错了 认错了没有 知道谁吗 老远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认出来耶 没有 先没有掌子 然后掌子 知道啦 你现在知道是谁喔 老师 蛤 老师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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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美 好惊喜的耶 想说哇 怎么可能 老师和学生 过去的搭档 和现在合奏伙伴的组合 会为今天的舞台带来什么样美妙的音乐呢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首先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都是视障音乐人 两位组成了珍宝二重奏 欢迎契伟 刘鸣大哥 你好 好 再来就是竹军 刘鸣大哥 你好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大有来头 对 他已经不是音乐人可以形容 他是音乐家 曾经是法国巴黎国立音乐院 我背了好久 是第一名毕业的 而且还参加过巴黎竖琴音乐大赛 得过第一名 目前是东吴大学 还有台南科技大学音乐系的教授 我们欢迎洪奇美洪老师 嗨 大家好 是 那两位一定没有想到 尤其是竹军 没有想到是洪老师 当我们特别来宾 对不对 对 真的就是非常地兴奋 也觉得说好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原本紧张的心情瞬间 觉得说不那么紧张了 有多久没有见到洪老师 其实我们前两天也上过课 这样好 只是没有想到是他 对 真的 而且老师把秘密保守得非常好 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真的很有惊喜的感觉 然后顺便给你一个压力 压力喔 压力的意思就是 看你表现得好不好 真的 然后他才决定说 要不要继续再教你们 好的 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三分钟的分享 契维先好吗 是 好 把三分钟时间交给契维 听你来说我的故事 加油 来 要麻烦洪老师 手指灵活的在按键跳动 悠扬的旋律由陈契维手中的长笛流泻而出 带着我们走进陈契维的人生 十一岁 正是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 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 陈契维却也从此告别世界的缤纷色彩 虽然在父母老师鼓励下走上音乐这条路 但外在环境对视障者种种的限制 让他一路跌跌撞撞 这时信仰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因为我所要走的每一步路 是跟一般人还要更艰辛 因为福音第九章 就是耶稣他在医治生来瞎眼的 就是当一个这位世上者 那个看得到的是战士 那看不到是永恒的 是不是就是用这个心灵 去抓住那个看不到永恒 我是因为在五岁顽皮爬到堤房 爬到上面不慎摔下 导致头部受伤 引起视障心萎缩 一直到十一岁双目失明 刚开始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心情陷入万分沮丧 甚至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家人鼓励我要勇敢活下去 也因此这样 我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进入启明学校之后 也受到小学音乐老师的鼓励 学习音乐 刚开始学钢琴 但是过了一年 我选择长笛作为主修乐器 但是到了国中 遇到大学西洋音乐科系 不收视障身 那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中 我选择报考国立一专 我考上了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要面对没有为视障身的设施 再加上学校的老师 对视障身 毕业这件事情 不抱太大的信心 因为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我就在这个时候 开始操练信心的功课 努力的学习 就过了五年 学校颁发给我特别奖 学校的老师 从此就对视障身 就改变了过往的印象 一专毕业之后 还是面对大学 不收视障身的这样一个窘境 以示的阿姨鼓励我 向国外发展 于是父母就陪我到美国念书 那一直到1996年 南加州大学毕业 就拿到长笛的 进修级演奏证书 那我回国后 就成为第一位 留学归国的市场音乐家 在2002年 我跟我太太结婚 现在有一个女儿 已经高一了 真是感谢上帝 也让我恩典满满 也感谢大爱电视台 在给珍宝二人组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分享 也愿上帝祝福各位 谢谢 听一下气围 是 如何来看待 眼睛看不到这件事情 刚开始 就是不敢相信说 这样的一个事实 当然人生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打击 一定是要很勇敢的去面对 去走人生的道路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路程 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抱怨过 当然有抱怨 就像说 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是我哥哥 为什么是我 对 都会这样子的 所以 既然说已经是这样的话 对 与其消极不如积极去 很乐观地去 走人生 对 当然这话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要做到 对 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为本来看得到的 然后是后来才看不到 这个落差更大 而且要交托出去 很多的心理调试 对 那个心理调试 其实是真的是 因为后天失明的那种打击 就是说 哇 我根本看得到 就是这样 突然这样看不到 为什么要拨抖我 看到自己的权利 对 拨抖天的权利 那你有没有为止哭过 当然 甚至 就是我刚刚讲 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真的很非常负面 对 但是家人就是鼓励我 就像这样子 就是很勇敢 就让我就是活下来 就是让我 还是乐观 还是可以过每一天 接下来呢 是这位感觉 又紧张又兴奋 坐立难安 可是 好像真的有一点点 接下来把三分钟时间交给竹军 请竹军来分享我的故事 加油 很难得 我也觉得这是超难得的时刻 敷个面膜 等一下 敷面膜要不要弄乳液 不用 我有带化妆水 我都转过来 你最近因为团练怎么样 昨天去团练 其实也没有练很多次 因为我礼拜二不是请假吗 你礼拜二也要忍 本来是礼拜二早上要练的 看来平常的归宗姐妹日常对话 其实姐姐竹军出生时 就因为视网膜玻璃 失去了视力 但个性乐观开朗的她 从不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抱怨 反而是更积极地去开拓自己的可能性 现在就读于福田大学的研究所 主修竖琴的她 小时候为了改善体质 在妈妈鼓励下学游泳 还从拿下台北市身心障碍运动会 市场组游泳比赛第一名 甚至代表台湾参加世界盲人运动会的游泳比赛 进入前八强 今天因为水位比较低 所以有人请族群来 然后就让水位高一点 谢谢你族群 我现在请你吃晚餐 好 而且再下去了 然后碰到墙壁 转身回来 再从头开始 就位 表示我 就位 来 預備 Go 以利落的伸手蹬入水道 正族群熟练地变换各种泳姿 滑水前进 而从族群小时候 就陪伴着他的教练陈伦忠 则用拳头绑着海绵的指挥棒 不时地指示族群前进的方向 好 转身 走 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 因为他方向常常搞错 但对竹群来讲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练习时间不多 因为他要练琴 要练什么琴 练得很多 练时间不多 但是表现成绩都很好 所以他是一个 照理说是运动能力 非常有潜力的人 大家好 我是竹群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从小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 那虽然说从小父母 因为上班的关系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陪伴我 所以他们就会买很多的录音带 或是录音机 让我自己一个人听 因为听录音带的关系 所以我爱上了听音乐 还有听故事 不过之后在求学的路上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 就是说那么的顺利 总是会碰到一些挫折和困难 最让我挫折的事情 大概是在求学阶段的过程当中 进到音乐体系就读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参与乐团课 感到十分的挫折 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没有办法和大家有同等学习的权利 那对我来说 其实有一些感受就是只能压抑着 那不过也是有试图向学校争取看看 虽然失败对我造成的打击也是蛮大的 但是我对演奏的路还是觉得说 我要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在大学以前 其实我的梦想是成为 所谓世界之名的演奏家 所以虽然乐团这条路是不可行的 但是我对竖琴的演奏 依然还是充满着热情 之后我到美国和日本 参加几次的竖琴比赛 那对我来说 很多日本的比赛经验是惨痛的 因为一方面可能是自己 准备的时间比较不够 虽然是这样感到非常的挫折 也因为可能乐团的事情 自己的心里还在调试 那我想现在 一直到现在吧 我也还在跟这样的自己相处 那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呢 但我相信 一定有属于我自己的一条路 也刚好在去年的时候 有到荷兰做了一场音乐的分享会 也顺便谈谈自己学习的历程 那我觉得那几次的经验 对我来说是很棒的磨练 也因此让我觉得说 我的梦想到世界各地分享音乐 不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梦想吧 那我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竹军 这一位市长的学生 那契为也是大概有二十年前 曾经跟他合作过 也是第一位跟市长合作的经验 那之前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就是接竹军这一位学生 那我知道他心里面一直很想要出国去念书 然后就跟他聊的过程当中 哇哦 对耶 像譬如说我到国外去 我要做什么很容易 我看得到 我可以知道路 我可以做什么 要去哪边我翻地图就可以找到 可是竹军不行耶 他必须到 如果他没有人协助他的话 到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他怎么样继续完成 继续走他的学习历程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到说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气我很了不起 走完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谢谢 也很幸福 也很幸福可以这样子 对 他现在就是在除了音乐教出了一张成绩单 然后呢也结婚了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对 他太太也非常非常nice 非常好的一个人 对 气味的 对 外形忠厚沉稳的陈气韦 和霍波开朗的郑竹军 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令我好奇 他们当初是怎么成为搭档的 在下一段节目中 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这里是位于伊甸基金会的录音室 也是黑爷乐团练习的地方 只要是练团浴 身为团长的陈气韦 总是第一个到达 那个椅子先放置好 然后冷气也开 那设备也要打开这样子 那今天有多少 这样我们总共是有六位 召喊老师 就是总共六位 那我们这个乐团 叫黑爷乐团 它这个组成方式很有趣就是 它是以管乐为主 也就是两把上司丰跟两把长笛 然后我们也会键盘手 然后再来就是又会指导老师 我已经没有等性了 我好像没办法穿 1 2 3 4 黑爷乐团是一支由市长朋友 在2018年5月成立的乐团 他们的练习情况乍看之下 和一般乐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练习室里却少了一样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面前 都没有乐谱和谱价 有很多沟通上面 因为我一开始来带他们的时候 我也觉得就是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一开始其实不太知道 要怎么去沟通 跟他们沟通 因为我会不太清楚 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会 像我们在外面练习的时候 我们会说 看浦的第23行 第17小节 就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 譬如说 我可能是一小节 一小节 带他们练 但是因为一小节 一小节的旋律 他们是记住那个旋律的 虽然困难重重 练习的时间是一般团的四五倍 但能让大家一起享受音乐的乐趣 是让陈契维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除了带乐团之外 陈契维在伊甸基金会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这首歌 现在这个是我已经编的 当然我就是先看 然后 这样说你弹鼠旋律 对不对 我这边我这次吹 应该是指第二部的 对 契维老师他本身就是在编曲方面 一首歌给他 他会把每一声部的乐器去编 因为你知道编曲一定要注重 各身部的和谐跟平衡吗 编好的曲子 陈契维用盲人电脑 书成点字谱 荧幕上出现的乱码 一般人看得不沙沙 其实这是为了拍摄方便 今天才装上的荧幕 这些有字添书 对应到点字机上 其实是串串的音符 一个准备动作 然后就是要装紙 好 我现在就是先印一份 出来 听是最快的方式 就是说比较容易了解 但是点字乐谱是它的细节 那细节的话 就比较能够弥补那个 听的那个不足 给这些 懂得点字乐谱的 不管是乐手 或者是歌手 他们就是这些视障者 这个爱好音乐的人 他们就可以看 透过这样方式 能够看到点字乐谱了 虽然看不见 但郑竹君的手指准确的 在竖琴的四十七根弦之间流动 优雅柔和的琴声 与周遭的三色融为一体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 因为音乐琴蒙老师的建议吧 然后加上我那时候 他可能觉得 我有在练游泳 那其实弹竖琴 蛮需要背力来支撑这个乐器 在就是跳乐上 是一个最需要克服的 因为像钢琴 还有所谓的黑白剑可以 就是偷摸啦 或者是 用比较作弊的方式 那竖琴就没有办法 就必须要找到身体跟琴 还有手之间 三者之间的平衡 曾有音乐老师说 视障者学竖琴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要在快速的弹奏间 准确抓住琴弦的位置 这对明眼人来说 都要经过长久的练习 何况是视障者 可是郑竹君证明了 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到 诶 拿到落射筒了 那我继续往前走 这个是导盲砖 可是我应该要转吗 我找一下解锁锅的位置 这一条从宿舍到音乐细管的路 对郑竹君来说已经相当熟悉 导盲障触及地面或物件的手感 让它能判别是不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现在学校都可以开车或干嘛嘛 所以就会设置减速坡 那减速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例如说经过哪一个减速坡 就是告诉我说 我现在如果左转右转 是往哪个方向可以去哪里 他说先回宿舍 我就好让他宿舍 通常他会以为说 爸爸就把他丢在宿舍 他自己走上去 然后我就走 那事实上那次我是在那边多带留 多带留大概20分钟 我就等他宿舍 然后他的东西放开放下来 然后从宿舍要走到教室的路上 我就看他一路走 虽然是走的还可以 可是就是感觉 这边障碍屋 那边障碍屋 这边打到那边弄到 甚至好像差点跌倒 或摔倒怎么样 其实做父母亲都会不舍 怎么 虽然学校环境还不错 但是就是说 自己能自己这样独立行走 因为毕竟上大学以后 而且他要住校 其实这个是基本能力 可是我们看在心里面 会觉得 这样子 忘记哪天真的 弄到撞到 或被车子碰到什么等等 我们就不敢了 不過有些事情 即使是竹军再怎么努力 尝试冒险也无法克服 求学期间 就读于音乐班的竹军 每次练团课的时候 因为师长担心 他无法配合其他人 所以他只能旁听 团练成了他心中 一直以来的遗憾 因此 这次母校新殿高中的乐团公演 邀请竹军帮忙 弹奏竖琴时 他马上就答应了 我觉得团练对我来说就是 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练习 然后感受团练的氛围这样子 就是可以跟大家同等的 学习跟参与 是我觉得我很向往的事情 我一开始以为他还可以看到影子 结果我今天问他 他是完全看不到 所以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 就有可能要用呼吸的方式 用我的呼吸的声音 在转接的地方 呼吸的声音要大一点 让他能够听得到 然后这个就是 呼吸就等于预备拍 预备拍 他就知道下面的速度是怎么样 好 欢迎三位 再回到袁孟昕舞台 接下来呢 这个阶段 都是你们最擅长的 我们一起来欣赏 祝福 能够听得到 他们的声音要大一点 在宗帝上 在宗帝上 有些人 他们的声音要大一点 在宗帝上 他能够听得到 他能够听得到 他的声音要大一点 天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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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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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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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祝福的星星 你的体贴 温暖了我的心 就像倾盆大雨 舍不得零食 爱你的心 我要唱给你听 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你的体贴 温暖了我的心 就像夏天的风 吹过那梦 凉上冷静 我轻轻依偎 在你的怀里 天空挂满 祝福的星星 你的体贴 温暖了我的心 就像倾盆大雨 舍不得零食 爱你的心 我要唱给你听 陶醉在你给的 天蜜 我轻轻依偿的 竹军 赞 不得不对你说一句话 唱得比演奏的好听 看完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要加油 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 好棒 对 他真也很棒 人 声音 竖琴 包括连你的名字 都融为一体 怎么说呢 名字 竹军 好像跟竖琴 是很搭的感觉 是吗 我有这种感觉 好 我们还是请专家 对 老师来讲评一下 尤其竖琴的困难度在哪里 竖琴困难度 它就是 今天琴比较小 一般的演奏琴 我们是47条弦 那看不到 然后必须 譬如说 假如说是连续的执法 找对音了 就顺下去就好 可是问题是竖琴 刚才竖琴 我们欣赏竖琴演出也是手跳来跳去 移动来移动去 它必须要啪一下子下去就要对的音 那这个要很大的能力 好 问一下老师 你有没有闭着眼睛或是蒙着眼睛练习 或是演奏过竖琴 有 这样好不好 在我们节目现场有个不情之情 而且我特别准备了眼罩 是 对 让老师 很大的挑战 实际的请问一下 对 看你这个法国肃琴大赛的冠军 是不是浪德行 怎么样 交给你 谢谢 期待好期待 我也好期待 好 我就来示范一段 我现在 因为这个琴跟我的琴大小不太一样 那我就试着谈一小段 在都不知道这个琴的位置的状况之下 因为尺寸不一样 选具也不一样 好 试着 我现在没有先试哪一个音 我就直接来 好 这个音错了 我听到音是错的 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它就在隔壁音 所以耳朵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 他耳朵必须要很好 能够分辨这是什么弦 好 还是错 我移动位置了 我移动位置了 然后移动位置 是不一样的 然后手指头的间距 还有悬的位置到 那个上下是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要内在要非常的安静下来 才有可能去 去计算我的身体要位移多少 去找到对的音 我觉得这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的 不容易的点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会不会觉得 当眼睛蒙起来的时候 耳朵变得特别的敏锐 对 会 会 会 一定要 因为那是等于说是对外讯息 全部的管道就是在那边 他是必须要有的 很自然的 在前一段节目中 气味的长笛独奏 竹军的自弹自唱 优异的演出 让我对他们即将来到的靖诗堂公演 充满了期待 不过两位市长演奏家 要如何克服沟通的障碍 补出和谐的旋律呢 为了气味和竹军两人的合奏练习 陈气味的太太杨丽玲骑着机车 带着陈气味来到位于新庄的辅仁大学 好 小心来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小心哦 这个旁边 没有用 来 有个小步道 上学期 可是还是在想未来的那个 他是想念戏剧 戏剧想要演戏啊 我说演戏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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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压力 对不对 那个美女好多 然后我说幕后呢 他说他参加戏剧社啊 他参加戏剧社 两人在树下休息时 讨论着女儿升学的方向 不管是在音乐的路上 还是生活上 杨丽玲都是支持着陈气味那双最坚定的手 另一头 现在在福大主修竖琴硕士的竹军 为了等一下的练习 正在为竖琴调音 这也是每次演奏前必要的功课 应该是说这部分我蛮在乎的 就是听起来会不会很奇怪啊 这件事情 你现在跟我感觉是垂直的对不对 对 对啊 你要跟我拭目相对啊 所以呢 等一下 适当朋友们的拭目相对 对对对 对 我跟你说大家拭目以待真的 这个拭目相对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种相对好像又就是 我发现我感觉到企围老师尴尬 因为他不知道要不要走 老师那句话在一个侧面 对啊 你现在没有跟我拭目相对 没有 现在才是 现在才是 这样这个这样才是 这么重 虽然两个人都看不见对方 但为舞台的效果 两人还是要搭配演出 不过这样的位置和距离的安排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让他们 更清楚的听到彼此的细微动作 我在走一遍之前 我请他给我呼吸 就要快的话 我的呼吸会是比较短促的 就是像这样 这个下去的那个点就 但是如果说慢的话 当然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速度上是缓和 大家好 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他们都是学友专精的音乐家 首先介绍主修长笛的气围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再来是主修竖琴的竹军 大家午安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两位 听他们精彩的双人分享 还有他们的演出 再给他们掌声鼓励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珍宝二人组 我是七伟 我是竹军 今天很开心来到当中 来分享我们的音乐 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他们也遵行上帝的旨意 出埃及之后 那上帝看这一群以色列民 是如同宝贝 所以叫珍贵的宝贝 所以叫珍宝 虽然说我们这两位 因为眼睛看不见 但是上帝也看我们是很尊贵的 所以我们就取名叫珍宝 这个团体了 大家会想听听那首熟悉的歌曲 原来的样子吗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带来这首小幸运 谢谢 谢谢 这种喜欢跌跌撞撞的旅行 拥有着好知好觉的美丽 来着几感谢是你给我勇气 让我能做回我自己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任理所当然让我们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的爱情 曾经考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淋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温柔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决定 你张开我双翼 遇见你的注定 他会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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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外满面的权利 我会有多幸运 节目的相当